我是要培養政院來接班 這是一個很有挑戰性 有很多東西送到學的節目 還是說 現在我做事 你沒辦法講述講班 誰說我沒辦法 總裁如果要我做副總的秘書 我絕對會有第二句 好 安迪就好等 是 總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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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搞定了 這話要跟你說 人家我都跟他安東好寫 現在安迪帶人回家去 接下來就看你自己了 好 好 那些小滋味用來外星火冰 我都有機會 也慢慢地融化這座冰山 在辦 家一號就是你的辦公室 我就是 我以前來到府中報道而已 是怎麼連辦公室都到上了 你的辦公室就在那裡 一號就在那裡上班 那我秘書的辦公室 是跟丁西在那裡一間辦公室 我的秘書一號就是這樣 跟我們說 負重工作很多 我叫你 你到外面 不用出出力量 浪費時間 這叫做好路 是嗎 正常我在少年黨的 物流公司做特助的事 我的辦公室也是在那裡 還是 你去那裡你的辦公室太過單調 沒關係 我可以贊助我的公室 讓你做裝飾 不過你不能用兔兔嗎 你不是有很多工作要做嗎 沒有 有種你搞的事 有了 我們千里物流 就都變做永世子公司 如果你有事漏了 你的兔兔就要給我分飾 你不能太吐吐 好 我出去了 你不要聽Andy亂說 但你的文書 還有你的電腦 都會送來 你要做的 就隨時應付我的需要 每天你去辦公室 就把東工的行程 還有煮完 準備好事 是 如果這樣 一天我煮一杯咖啡 咖啡這在那裡 怎麼煮咖啡 是我的工作 你不是秘書 我不是說是我這個廚師來煮 你要補給清楚 就算我叫飯店三點的外送 也是你去拿 不是我 知道嗎 有什麼事 沒有 沒有 我怎麼會覺得最適合